养了许多年的狗狗被朋友领养 可没想到过了一个月 狗狗竟然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跑了将近八公里的路程 重新回到了主人身边 狗狗是非常忠诚的动物 一旦它们认定了自己的主人 便会对主人献出全部的爱 不论遭遇了什么变故 狗狗都会接近所能地返回主人的身边 眼前的这只狗狗 正兴奋地围绕在主人的身边 拼命摇晃着尾巴 从它的眼神中溢出了满满的喜悦 而主人则蹲下身温柔地伸出了手 轻轻地抚摸着狗狗的脑袋 这是它们相隔一个月后 再次看到对方熟悉的脸庞 狗狗的主人是一位女士 它天生患有哮喘疾病 空气中的任何敏感成分 都会对她造成严重的伤害 而在两个多月前 这位女士的病情突然开始加重 她的身上甚至出现了过敏的反应 于是女士便急忙前往医院进行体检 可当结果出来时 女士瞬间待在了原地 原来她竟然对狗毛过敏 但家里那只狗狗 她已经养了足足有七八年之久 在女士的心里 狗狗已经成为了她的家人 但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 她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与狗狗做了最后的道别之后 女士为她精心挑选了新的家人 她将狗狗送到了八公里外的朋友家 由好友继续照顾这只狗狗 安顿好了狗狗之后 女士便逐渐安心了下来 可没有了狗狗陪伴在身边 生活也变得单调且枯燥了起来 没过多久 女士便开始想念起了自己的狗狗 一个多月过去之后 女士的症状减轻了许多 某天 她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于是 她急忙冲出家门 看到的便是那只熟悉的狗狗 狗狗竟然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从八公里外的朋友家 独自走回到了主人的身边 此刻她正兴奋地摇晃着尾巴 向主人展示着自己的喜悦 女士看到狗狗忠诚的模样 当即决定把她留在自己身边 这次谁都别想拆散她们 女士与狗狗的故事被上传到网络上之后 大家也纷纷鼓励她们 继续将这份美好的友谊坚持下去 而女士也表示 这一次 她绝对不会再让狗狗轻易地离开自己身边 相信 在狗狗的陪伴下 女士一定能够克服疾病的折磨 与狗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狗狗的忠诚总能给人类带来深深的感动 不论与主人相隔多眼 狗狗都会坚定地回到主人身边 守候着主人直到永远 在某个偏僻的村落里 一只狗狗正呆呆地蹲坐在主人的家门口 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主人归来 可她的主人却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边 住在附近的邻居告诉工作人员 狗狗的主人是村里的一位老人 老人的子女在城镇中有着稳定的工作 但老人却并不打算投靠他们 平日里 老人与狗狗相伴 日子过得平淡却又非常快乐 然而时间匆匆流逝 老人最终还是因病离去 子女们为老人料理完后事之后 便将这只狗狗带回到了城镇中 让狗狗过上了丰衣足时的生活 尽管狗狗的生活变得丰富了起来 但他却始终思念着自己的主人 于是在城里生活一个星期后 狗狗便逃出了城镇 向着家的方向奔走了四十多公里 一路回到了老人的房屋门口 开始在这里等候着主人归来 在过去 老人也常常会带着狗狗出门踏青玩耍 这一段美好的记忆 始终映刻在狗狗的脑海深处 每逢下雨天 他都会走到曾经与主人游玩过的地方 呆呆地站在那里怀念着主人 村里的邻居们看到狗狗忠诚的模样 全都被他深深地感动 大家也经常会投喂这只狗狗 帮助老人照顾着狗狗的生活 或许在狗狗看来 老人一定会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狗狗的善良与忠心 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该去珍惜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 过去我们也曾讲述到一则 狗狗奔袭一百多公里寻找主人的故事 主人打算返修家里的房子 于是便将狗狗托付给了朋友 准备等到家里的事忙完 再去接狗狗回家 而狗狗却固执地闯出了朋友家 凭借着坐车时的记忆找到了家的方向 奔袭一百多公里返回到了主人身边 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查看我们往期的节目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